一年一度又來了 所以你怎麼瘦成這樣呢 我就是膝蓋去開刀啊 走進路邊店家 都可以隨口聊得很起勁 因為這是許孝順的地盤基隆 每年他都會沿街發放繞進情帖 今年也不例外 不過多了點正志威 聽說你要等 要算嗎 等錢 後來錢給你 後來錢給你 因為我們已經被帶了 鄉親熱情打氣 許孝順也看來 怨怨欲試 因為早在今年五月 他就表態要憑下一屆的 基隆市長選舉 這一次有機會 像天然我一個很成熟 一個很穩定說 算你出來算 當年的機會出現 我一定當人不讓 演藝圈老將要轉戰政壇 如果真的要選市長之位 勁敵可能不少 被點名的還有這一位 然後在我旁邊各位 是我們基隆市的蔡徐毅 各位謝謝大家 來我們繼續往前 基隆市長 林耀昌 同樣也是基隆小孩 台北市議員高嘉瑜 受邀回基隆 和林又昌 蔡時穎一起遊行 開直播超高人氣 基隆的這個市民朋友 今天幾乎全家總共員 都來這邊共產聖 超融入在地嘉年華 不少網友立貢 要他出來選市長 說嘉瑜出來選 我一定投給你 還有人說 家裡有四個人可以投四票 基隆市民希望我能夠 為基隆服務的話 能夠做到的 我們也會全力以赴 雖然距離下一次 縣市長選舉 還有三年多時間 不過在基隆 不管是表態的許孝順 還是被支持力拱的高嘉瑜 都擁有高知名度 選戰還沒開打 先炒熱話題 三立新聞方伯峰徐敏娟 台北採訪報導